现在很多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二胎 三胎 多抚养一个孩子 对父母来说可能会辛苦一些 但是和孩子再给我们的幸福 相比那些辛苦真的不算什么 而且孩子多了他们也会有个半 小时候一起玩耍 长大了也会多一个真心爱你 关心你的人 欧帝如今就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和欧美蒙可爱 而刚出生的小女儿 可爱程度完全不输姐姐 小女儿一出生欧帝 就遇着不住内心的幸福 晒出了她的正脸 照了 简直和小时候的欧欧 长得一模一样了 如今妈妈带着小女儿 在月子中心坐月子 虽然有个可爱的小女儿陪在身边 但是妈妈还是时刻 都在想着贴心的大女儿 同样的欧欧也是超级想念妈妈和妹妹 每天都会来月子中心 看望妈妈和妹妹 9月7日 妈妈又晒出和大女儿一起的温馨日常 母女俩开心自拍 俏皮可爱 宛如姐妹 小女儿长得很像巴巴 眉睛目秀 粉嫩可爱 很漂亮 是个没人胚子 长大肯定跟姐姐一样好看 而性格估计比姐姐还可爱 一般有两个女儿的家庭 大女儿甜美 乖巧 是个小淑女 那么小女儿就会是个可爱搞怪的小精灵 不信你看看黄雷家 路易家都是这样 两个女儿性格完全不一样 却都是那么可爱 虽然有个可爱的小女儿陪在身边 虽然每天大女儿都会来月子中心看望自己 但是妈妈还是时刻 都想念着贴心的大女儿 有几个孩子 父母的爱 就会被军等的分成了几份 所以也有不少父母只会要一个孩子 不想要再多一个孩子分享父母完整的爱 妹妹还没出生的时候 悠悠就整天念着妹妹快点出生好带她去玩 去玩自己最爱玩的滑梯 而妹妹出生了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悠悠就想着要带着妹妹去玩滑梯 妈妈又觉得好笑又觉得感动 现在姐妹俩的相处模式都这么有爱了 未来不知道会有多暖呢 悠悠近照 已经快要长发及遥了 越长越漂亮 越来越有小淑女的气质了 侧眼都这么好看 母女俩同况超温馨 女儿看着妈妈 眼里满是欢喜 而妈妈看着女儿眼里全是宠爱 9月7日 欧帝老婆晒和女儿温馨日常 母女俩开心自拍 俏皮可爱版如姐妹 不管何时何地 父母心中最牵挂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子女 即使孩子已经长大了